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俊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北股市連續兩天反彈 但是盤中間突然傳出來 一個重磅的消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遭到了槍擊目前的 生命狀況垂圍 突發事件一度驚 就下了台北股市 這個壓抑的台北股市盤中的漲勢 那這是因為說台股目前 才剛脫離熊市 市場信心還不夠強嗎 但還好尾盤有穩住囉 下個禮拜 台股有辦法繼續來上工呢 下週幾個關鍵大事 提供給大家來注意了 包含美國要公布六月份CPI 台積電法說會要登場了 台股短線反彈快要600點 要稍微休息了嗎 馬上歡迎 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歡迎分析師王趙莉 趙莉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鄭偉群 偉群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鄧尚惟 鄧老師好 明君同學們 大家午安 最新消息馬上提供給您 護國神山台積電 連續三天不破底 下午公布了六月份的營收了 月減但是年增 我們把這四五六月加起來 第二季的營收如法收回預期 有達到猜測的高標 真的非常的厲害 法人現在怎麼想呢 因為畢竟六月營收出現了 月減一點點 這個六月營收月減的表現 它會做出怎麼樣的一個 解讀跟判斷呢 尤其下週 台積電要召開了法收會 好多公司也要陸續召開了 法收會 能夠期待法收行情嗎 我們第一時間請教練老師 幫大家來解答 對台積電營收 甚至影響大盤整體的看法 不管是新能原車 還是傳統汽車 好像沒有受到通膨 跟景氣的干擾 出貨持續的創下新高 法人認錯轉買了二級體 我們看到今天盤面上面 好弱的蓬城 跟最近回檔的台辦 都漲停板了 但是明明都是二級體 怎麼得為繼續的跌停呢 依然是強弱有別嗎 一定要好好選 另外英特爾執行長傳出來 又要來台灣了 八月份來造訪台積電 難道又要來要三納米的產能嗎 還是有其他的盤算呢 請問韋群老師 台股中線收紅了 下個禮拜多投沒問題了嗎 我們現在說法人跟投信的投資饒手 都在聚集聰明錢幹嘛呢 不能做空要做得多默默的集結中 台股的終極反彈來了嗎 什麼是終極反彈呢 尤其看到這間盤面上 好多個股是跌升反彈 有一個族群大家還沒有關注到 那就是光學族群了 最近好強喔 陽明光攻上漲停 仙境光 林毅光也續漲 那葛大力光呢 休息之後有機會再上攻嗎 因為I14還沒有出貨 未來大力光依然是受惠程度很大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連續兩天的強談 今天要不是沒有遇到那個安倍前首相 遭到槍擊的事件 指數可能反攻的力道會比較延續 今天大盤開高之後一度攻到14552 可是在10點半鐘過後 日本方面傳出來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到了槍擊 不只是日本的期貨當時是急速的下跌之外 也影響到台北股市的漲勢喔 一度壓到14373 但還好尾盤能慢慢的穩定下來 今天大盤依然是漲得喔 漲了128點說在14464 成交量2573億元 好 今天呢 電子股繼續的反攻 包含了台積電 下午公布了最新營收 月減年增 怎麼解讀呢 等一下請問教練老師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台北股市本週終於收了一根紅K棒 過了禮拜一的高點 短線上面喔 台股這一波急跌之後呢 這兩天的反攻 您認為打底有沒有越來越明顯了 不管是從融資的觀察 從美股的觀察 下週台股 您又怎麼樣來看呢 對 沒錯 我想指數的部分來做觀察 其實我相信13951 這個地方已經是 這一波段的低點的一個位置啦 好 那其實你看技術面的部分 當然今天的量能稍微知道 昨天稍微只增加一點點 不過今天有一個向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你可以看到今天一開盤 就出現了跳空的一個缺口 那盤中這個地方來講 當然就是前首相安倍 遭到槍殺 所以入股的日本股市 或者是海洪股市等等 當然大家都拉回來 可是大家要看一個現象 就是說之後來講 還是出現了漲幅有擴大的現象 就是說你跟這個地方的低點 來做比較其實還是長起來 對 那這個你應該是解釋說 其實那是因為現在 多頭的抵抗力道真的比較強 我跟大家報告 假如在這個地方那完蛋了 對 假如這個地方空頭的氣勢 遇到這個安倍首相的 對 我相信一定砰 就整個又崩了你知道嗎 就像這時候也不知道 其實也不用太多的消息 就直接就崩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抵抗力道 相對常來講就強了 那又有向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那我跟大家報告 假如說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缺口只要不被回補 其實這一波它是屬於強勢 比較強勢的一個攻擊盤 就是說13951上來 它就會這個缺口沒回補的話 它會比較強勢 那假如回補也沒關係 我相信它還是 以震盪走高的一個態勢 就是說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已經確定 是一個終極反彈的一個格局 那當然目標的部分 其實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地方針對美股的部分 其實是抄跌 因為我們在殺融資 所以你說要挑戰 目前來講月線的部分 大概在15163點 我覺得這個難度不會太高 那能不能再往上來挑戰 所謂的季線 更高的位置 那當然你要搭配一些美股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風險指標 來做觀察 好 台北股市老師認為 短線上面 我們先往這個月線的位置來靠攏 要不能夠攻上季線 要看美國股市整體的狀況 從美股來觀察 昨天美股真的非常的強 尤其是台積電ADR 大漲了6%的幅度 那尖雅股的表現也還不錯 其實尖雅股前幾天 在台股還破底的時候 就已經領先指紋了 已經先人指路告訴大家 科技股這邊有慢慢回穩的跡象了 老師您怎麼觀察呢 科技股本週表現不錯 但下週很關鍵 有這個美國要公佈6月份的CPI 如果說CPI比預期來的高 但股市卻不跌的話 是不是真的短線上面 危機有慢慢解除的味道 其實我先跟大家報告 假如CPI高於預期的部分 我跟大家講 其實也不太會跌 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上一次的CPI 當然高 假如高於預期的狀況 有一次不是高於預期嗎 結果指數就真的跌下來 好 來 那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那時候會 因為那時候的原物料都在高檔 那你現在你明明看到好 5月在6月的CPI好了 公佈假如超出預期好了 那又怎樣 不會怎樣 7月肯定降的 因為你看到的 全部的東西都太跌的狀況 你不會太擔心 所以縱使高於預期 我覺得不會怎樣 那假如低於預期的話 那當然對多頭來講 就會更正面 所以這一次的CPI 其實我講的不是那麼的嚴重 所以我沒有特別跟大家講 那另外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最近這幾天 其實你去看美股的表現 成長股比價值型的個股 真的好太多了 那其實因為之前的成長股的下跌 就是因為來自於升息的部分 那其實這一陣子 我一直跟大家講 升息跟通膨不是現在大家要擔心 這個都過去式了 你假如現在還擔心升息 你現在還是擔心通膨 那其實說真的 你已經落伍了 你知道嗎 真的落伍了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所謂的經濟衰退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 當然我跟大家報告 股市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之一 美股 我說過美股假如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穩住 其實大家想著經濟衰退 有可能成長股趨晚這個是確實 可是會不會衰退 其實這個很難講 只要它撐得住的話 我覺得其實經濟未來 不一定會衰退 那它假如真的撐不是往下跌 那我跟大家報告 經濟肯定衰退 因為前幾天我跟大家講過 因為美國的GDP有七成 是國內的消費 那這消費很多人都投資股票 那假如股票下來就這樣 這一陣子大家為什麼 你看到指數的下跌 為什麼這一陣子大家會覺得 一些企業 它的一個下修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去年底 真的沒有這種現象 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也沒有這種現象 可是因為 二烏發生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也沒有這麼的 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也沒這麼悲觀 封城三月份的時候封城 大家也覺得沒有那麼的悲觀 你去對照股市好了 因為股市那時候還不錯 那你現在跌到現在來的時候 當然二烏演變到現在 也是產生大家的麻煩 封城的部分有時候還軟封 軟性封城 那最主要是股市跌下來 股市跌 其實說真的 一般的投資人會怕 企業主難道不會怕嗎 他也對於 因為財富效果縮水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這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你假如說 在景氣的部分來預測 只要他真的撐住 慢慢的往上反彈 我跟大家報告 媒體 對 經濟衰退的擔憂 就會越來越少 你就會發現說奇怪怎麼 大家不是講經濟衰退嗎 未來 怎麼大家反而覺得不會衰退 所以你看 成長股的表現 你看Apple股價又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亞馬遜的股價 也快接近這一波段的新高了 那META的部分也是一樣 Google的部分當然也創新高 那也像微軟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些股票只要真的往上慢慢的漲 你要相信 大家現在利率跟通膨 真的不擔心了 你不要真的還在一直想那個問題 那個是之前的事情 好 只要這些可以上來 其實說真的 你說台灣的這一些半導體 這一些科技股難道不會漲嗎 肯定會被帶動的 只是說大家因為經過前一陣子的信心 非常的一個恐慌 其實最近有一些現象 大家有沒有發現 營收不好的 被外資降的 其實股票也都默默的漲 上來的 也都漲了 對啊 所以我想 直空背景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要現在用比較正面的 現在去面對凡事 好 老實說 現在如果說 你還在關心通膨升息 就是落伍了 因為幾個現象告訴大家 真的在慢慢的降溫當中 對 你看一下 聯盟跟Stanley大模的部分 其實在今天媒體都寫的 其實這個我之前都講過 供應私人翻轉中 亞洲的通膨本際會處理 他認為糧食 原物料等等 工資上漲等等 所以他那個亞洲價值的物價漲幅 就是CPI的部分 可能比預期何晚 近月通膨可能低的 會令人家意外 你覺得呢 你覺得假如說大陸的部分 它的通膨 因為它是一個製造工廠 假如它的通膨 其實它已經都下來了 它已經早就都下來 領先美國下來 你覺得製造成本 假如下來的話 其實整個消費的 所謂的一個部分來講 當然也會有調降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升息 他認為升息步調和力道減緩 會改漸進式的升息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是現在大家的共識 其實我們都一直強調 真的是共識 所以那時候台股 比如說從1萬5跌到1萬4 破1萬 其實那個真的是因為籌碼力道 所產生的一個超跌的現象 那也因為這樣子 籌碼更加的安定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這兩天 指數從低點到高點 不知不覺 600點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還會漲 好 籌碼領先的清洗乾淨 就是跟融資餘兒有關係 我們前兩天還在擔心 這個融資維持率 可能濒臨了這個警戒線 但還好在融資大幅清洗之後 這兩天的融資維持率 有慢慢的回升 最恐慌的時間真的已經過了 對 你看這個是到昨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融資維持率的部分來講 已經來到144.8 回升了 今天指數又漲 我相信這個又回升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之前我跟大家報告 越接近140越麻煩 對不對 破140更麻煩 你看這一段的時候 超跌就是這一段 那現在的已經回升 今天又回升 假如這個地方越接近150 我跟大家報告 很難再恐慌了 除非又有天大的事情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現在有什麼天大的事情 就像今天安倍的事情 希望不要有 對 希望不要有 可是基本上來講也不會有 因為你現在的升息通膨 跟未來的所謂經濟衰退 其實你都已經 價錢印在所謂的股價上面 部分我不敢講說 衰退一定全部都已經反應 可是大部分它肯定反應 就短時間而言 這一波段已經反應的差不多了 所以只要指數上來 當然只要穩住 不要說突然之間 一天又跌三四百點 當然大家又會怕 你只要回檔 比如說盤中跌個五十點一百點 震盪不要太大 對 不要太大 你現在 我相信震盪應該慢慢的會 比較小 比較小之後 其實融資為止率 指數就容易走穩 融資為止率就上來 信心就會更加的堅強 好 那股價有沒有過度的反應呢 就算基本面好也被打下了 但現在如果慢慢的市場穩定了 股價會還公到嗎 看一下最新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前兩天好多人唱衰說會到三字頭 一講完鼓叫就噴給你看 台積電今天公布六月營收囉 營收是1758.7億元 稍微的月減5.3% 但年增18% 第二季營收 濟增8.1% 上半年營收年增39% 都創下了新高的數據 那對於這個國安基金要不要互盤 現在大家也都是在等著看 我們的財信傳媒創辦人謝金河說 居然政府問他要不要互盤 但是他認為外資不斷砍台積電 互盐沒有什麼用 通膨正在降溫的路上 我們的市政社長是這樣的一個肯定 老師我想問台積電昨天ADR 最近領先大漲6.7% 似乎是在有一點點預告 把這個營收還不錯的一個效果 但是我想問 它是有月減的 儘管年增有月減的 這個部分你覺得會不會被 市場的外資放大來解讀 那下個禮拜的法術會 要觀察哪些重點呢 對 沒錯 我們先講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的部分來講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非販漲了4%多 對 你看我們的台積電多厲害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只要台積電可以講 非販不會弱的啦 真的啦 所以你只有美國的科技 尤其半導體這一塊 台積電真的非常重要 比其他的真的都非常重要 好 那另外的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在想 月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美國沒有在公佈月營收的 你知道嗎 都是季報季營收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投資人 或者是台灣的健康商 太care月 月總是會有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如果浮動更大 季相對常來講 或半年或年 以時間月長 它的浮動相對常來講 會更小 那你以月來講 當然 比較像我們用週好了 每週都來公佈營收 那不是更麻煩嗎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有時候像這種重量級的公司 其實你不用去care 太care 大家月營收好 那當然有些空頭 月減5.38 難道是每個月都要創歷史新高嗎 假如每個月它都可以創歷史 股價會在這邊嗎 不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以季來講 我們能看 第二季其實它已經超出市場的 就是在所謂的它的一個 財測的上 財測高標 高標都已經超過了 微幅的超過 第三季現在大家來講的話 其實一般正常電子業來講 其實說真的 認為第三季大概旺季不旺 會比第二季 地延到第四季 對 沒錯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好 那其實現在的法人預估 大概就是持平或個位數的成長 那我覺得 其實它的法說的展望 應該說真的 你要說非常好 當然很難 不過我覺得 其實它應該就是一個中性 以現在的景氣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中性的講法 所以我覺得 對股價跌那麼深之後 其實它很容易 在這個地方 還是呈現震盪走高的一個態勢 但現在法說 大家有一個在關注焦點 這裡跟很多成熟製程 進院場的關係 就是到底有沒有面臨 砍單的這個訊息呢 對 沒錯 我想其實這個我們也講過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砍單在未來 因為多多少少一定會有 一定會的啦 對 多少的問題啦 其實就是程度 比如說我的產能的用率 是從100% plus 摔退到變成95%到 或者是90% 或者是85% 那其實以現在來看 雖然第三季有忘記不忘 可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還有其他的 比如車用的啦等等 其實產能還滿緊的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以這樣的情況來 何況股價很多都幾乎快腰轉 對 都跌一大段 對 那我覺得其實說真的 再反彈的過 股票其實都這樣 一開始反彈 壓力會覺得很大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都覺得你好爛 你知道嗎 爛到爆 所以你才跌成這樣 你知道嗎 可是我的意思說 其實到時候真的 彈上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原來你沒這麼爛 其實你也還不錯 你知道嗎 彈起來大家就會下去追 所以我覺得 其實像年電 像世界相利 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它應該都會進入 一波終極的一個反彈 因為畢竟營收拿出來 就創下新高嘛 股價也反應過頭了 那另外呢 老師幫大家追蹤的 工業電腦族群 公布了六月營收 表現都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間工業電腦族群呢 有一點點 震盪稍微大一點 是它的行情你走完了嗎 還是說第三季 真的還是可以看這一塊呢 其實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未來 它還是會震盪走高 可是我一直強調 它是一個震盪走高 因為畢竟來講 其實本益比 因為很多的電子股 這一波其實說真的 修正非常大 那你看他們幾乎 最近來講都沒什麼修正 反正是逆市長 那本益比的部分 其實說的工業電腦 市場給它的本益比 本來就不會很高 除了岩滑之外 大概本益比 真的都不會太高 因為它少量多樣化的部分 好 來 那所以我覺得 這種股價操作人 你像振華店 昨天公布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你看一下它的股價好了 好 8114 對 8114 你看一下它的股價的部分 它的股價 我們看分時走四好了 分時 對 沒錯 你看它分時走 開高衝上 就是這樣 我跟大家報告 肯定基本上都是這樣走 因為它的位階就相對高 然後其實說 你說它爆發率 這一區的位階症都頗高 對 本益比又不是真的非常低 所以我覺得它會 它還會自衛網 因為現在電子股慢慢的 應該會成為盤面上的主軸之一 所以它會叫 這種股票叫拉回來 再逢低流益就可以了 好 那下週的重量計法 說會未來幾週的觀察 老師你怎麼看 幾個重點跟大家提醒 對 好 來 台積電 剛剛提過了 南亞科的部分來講 當然產業面不是太好 不過就是說 股票跌升了 我相信 假如這一波的電子股 或者是台股 它要進入中期反彈 其實這些股票 相對上來講 應該也都是有 跌升反彈的機會 那面板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慢慢的上來了 也慢慢上來了 不過我覺得 它就是一個大箱形的 整理的格局 另外就是大力光的部分 其實法說相對上來講 也是滿重要的 好 那在這個 六月營收創高的 這個族群當中 有一個族群我特別想問的 就是人家認為 如果說在台北五 是影響終極反彈的時候 你一定要買的就是 之前被挫殺的ABF 對 沒錯 我想ABF的部分來講 其實你講蘋概的部分 它也是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蘋概的股票來講 從大力光開始慢慢上來 這兩天開始換到PA的族群 對不對 有 大力光帶動的鏡頭 鏡頭當然裡面 也有Apple的 也有分元宇宙的 等等這些 然後PA 你看像3105的穩罩好了 其實這個已經被罵到 我也不知道 被罵多久了 你看 對不對 2455的全新好了 對 2455 對 2455的全新 2455的全新 你看一下 好 也慢慢上來 8086的紅杰科 就是PA三雄的部分 對不對 都上來的 就是說這些股票 我相信它都會跌升反彈 它當然也是像 我們把我這個也進入 傳統的旺季 所以它拉回上來 所以剛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讓它股價有機會震盪中 不過在窄版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更有機會啦 窄版三雄的部分 因為你比如說像3189的 緊縮的一個部分 3189 對 其實你看一下 股價下來之後 其實這種 因為這一段說真的跌 後面這一段跌比較少 對 所以當一開始反彈的時候 有可能大家會不太想買它 可是這個大盤 就如同我所提到 它會震盪走高 進入終極反彈 這種股票我覺得啦 之後下禮拜應該啪啪啪 就上3037的星星電子的部分 3037的星星 對 你看一下 其實也有相同的情況 就這一段其實大盤是中錯的 對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大盤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們已經慢慢穩了 所以這種股票其實反而是 大家在下禮拜當中 要特別的一個留意的 下禮拜要留意的族群哪一些 包含了這個光學PA ABF 都是蘋果相關的概念股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如果說你對於操作這個 第三季蘋果心機帶動 可能有一些 疊聲反攻的瓶蓋股行情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在於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記得掃完之後 要跟老師打個招呼 說個嗨 貼個貼圖 老師相關對台股的操作 跟族群的看法 會在LINE裡面 跟大家來做分享囉 瓜瓜請問委群老師 今天台季店公布了 營收出現了月減但年增 不用擔心嘛 傳出了他的對手 英特爾警長又要來台灣 來訪台積電了 是什麼樣的一個盤算呢 產業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請問委群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車用族群 表現也都還算不錯 有一些之前被投信賣下來的 這個車用概念股指標股喔 看到投信用回來買的影子 今天股價就噴出去了 到底該怎麼選呢 昨天特斯拉的股價也是大漲的 大漲了5.5%收733.6美元 收復了月線大關 主要是因為它六月份 在大陸的銷售量增加了142%的幅度 那車用題材一直都延續也沒改變嘛 大陸的新能源車下箱啊 包含了很多的二手車啊 大陸有政策說呢 你這個二手車的使用年限可以更長 讓AM市場最近表現也不錯 我們就要幾檔個股來觀察一下 澎城六月營收年增2.4% 股價4000跌得好慘喔 這兩天就強漲了喔 東洋部分呢 AM的這個零組件廠商 營收表現也很好 而且除夕之後已經順利的填夕 法內也都一直在賣 那車用族群呢 等一下我尋老師會有一個新的解讀 跟一個最新的產業觀察 但我們想問一下 今天呢 這個重磅訊息來自於英特爾 英特爾傳出來啊 要來造訪台積電 這次來是抱著什麼樣的一個心態呢 上次要產能 這次還是要產能嗎 這次可能會調整訂單啊 就是像前陣子大家說AMD嘛 對 NVIDIA嘛 那有一點調整訂單 那英特爾也說啦 它的一個第14代的晶片 可能要延遲 可能要延遲 所以這個他們來當然 這個一定是機密啦 那這個是在電子時報所 今天的新聞 我覺得很重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說 因為它要延遲出來 所以這個3奈米的製程 到底是要怎麼樣轉換 因為畢竟3奈米這個 一定要先付很多的定金嘛 你看NVIDIA也是嘛 NVIDIA說我可能要先暫緩一下 但是台積電說那不行啊 收的定金照收 你的違約金很多錢了 對不對 百億 那都一定要照收的 所以他就找 台積電就說可能應該是找別人來替代 那英特爾來說也是一樣的情況 那因為它第14代的晶片可能就是 要延遲推出 因為它自己的製程的問題 還有景氣稍微不好 所以他說它要延遲推出 那當然如果說這邊 本來是 繪圖晶片是台積電3奈米代工 那台積電已經把寶山的那個研發 本來是研發基地 已經挪給它用 對 其實都弄 準備好了 對 那現在有此一說就 那呢 英特爾嘛 對不對 如果說簽訂的違約 說真的 英特爾可能要吸收違約金 應該不會啦 那個違約金那麼高 而且如果說你真的違約的話 你空出來產能 有可能別人會取代 對 那現在這個市場的傳聞 應該也是說運算晶片 也是由台積電繼續做 那甚至呢 對不對 晶片 CPU的晶片 還是重新評估 要不要交給台積電來做 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對 所以這邊來說 當然你說現實 大家對台積電 未來這個接單的狀況 會有一些疑慮 但是你看到六月的營收 還是很好 對 甚至預估啦 第三季的營收 應該還是不錯 要等法說會講 對 還是不錯 那當然最正確的資訊 要等下禮拜的法說 那不過其實台積電股價 已經大幅的修正 是啊 從688跌到450幾塊 其實已經跌了30幾%了啦 那你說 真的有一點小小的調整 我認為 也有一點利空不跌的機會 好 那這英特爾CEO 八月份傳出來台灣 三奈米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的做一點點延後 但是老師認為 應該對台電整體的 後續的規劃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其他客戶 有機會還是補上來 但老師想問一下 IC設計的部分 在半導體有一些庫存壓力的 這個雜音之下 IC設計族群你又怎麼看 因為包含了聯發科或瑞育 其實他們公布出來的營收 並沒有外界想像得這麼差 那現在新的一個佈局 有辦法成為後續營收 甚至股價向上推升的引擎嗎 好的 我想前幾天 在最恐慌的時候 我們特別講IC設計 很多同學都有的 大家都套得很深 那也告訴各位不要殺低 那基本上來說 這幾天就有做個反彈 那你看到聯發科也好 瑞育也好 甚至你說聯勇 對不對 那這個驅動IC價格調最快聯勇 反正今年還大漲 對 那也代表說這邊 技術面來說 它是要走一個反彈 那以產業面來說 我也說過了 你雖然說消費端比較不好 你說手機 PC都不好 甚至價格有下修 但是未來還是有車用的佈局 不過這車用 還是要看各家在車用的比重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以前切入的 台廠切入的車用的比重 都比較少 當然最近你看到聯發科在智慧座倉 娛樂系統 它也開始在做一個佈局 對 那瑞育它本來就是Tesla的供應商 可以看到 那車用以太網路呢 當然這個瑞育我覺得 這只可以注意 對 那聯勇來說就是在整個相關的 車用的一個DDI 一個顯示器的一個驅動IC 那這邊就看它整個產能的調整 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IC設計就看 在PC跟手機慢慢的衰退的情況之下 轉進車用的進度 跟對營收占比的貢獻 有沒有機會向上來放大 那這張CG呢 IC設計股的操作策略 有一些最新的六月營收 陸續的公佈跟更新了 老師有一些重點 跟大家來做分享好嗎 好的 我想 這幾天有很多同學加賴來問 那大部分都是IC設計股 那我認為IC設計股 短線上會做一個強談 跌生的強談 但是接下來你來到壓力區 你還是要看個股的強弱 還是要看產業別 對 因為畢竟來說 你說今年大家都跌個五成 好可怕 只有創意比較強 因為創意是台積電的高階製程 它是IP的對不對 台積電漲價才會受惠 那其他你說相對的消費性的 大部分都是跌了五成 甚至有些同學 還有融資的問題 我會勸各位同學 如果有融資真的 趁著反彈還是減碼或換線股 IC設計 對… 因為畢竟融資如果說 真的被斷掉 真的很可惜 那當然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可以加來跟我們做聯絡 好 那可以看到說 其實你看到 瑞翼也開始業減了 也開始業減 那當然DDI是最多的 對啊 這個年減都開始 沒有拔刀彩測 對… 那甚至你看到 群聯也差不多了 很多其實像 智原 尤其它跟聯電比較相關的 成熟製程 那這邊也要比較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從K線來觀察 首先是聯發科 好的 我想聯發科 第一個了 它絕對是護盤的重心 所以相對來說 它會比較穩健一點 那當然它產能調整 也比較說 比較布局來說 會比較好去做調配 所以接下來說 整個一個IC設計的一個 龍頭指標 當然是聯發科 那今天還收得滿漂亮 收在我們日線之上 那接下來就看這個大量區了 這邊就是一個壓力了 那一天除完息之後 爆大量 對… 對 爆大量 那如果反彈到這個大量區 那我們就要觀察 它能不能夠站上 它畢竟是一張龍頭指標 要不然說 它如果是這樣子WD 如果說來到這個壓力 對 形態可能會變成一個WD 這時候我們就要持續的觀察 好 下一答 瑞玉 好 瑞玉來說 當然基本上你網通的晶片來說 看到相對的網通主題 也都滿強的 對 瑞玉當然 我覺得長線絕對沒問題 尤其在車用的部分 其實它慢慢也要發酵了 本益比也比較低 大概十倍左右 對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外資賣了那麼多張 賣了四萬張 融資三千多張是還好 因為畢竟來說 三千多張那種高價股還算穩定 但是投信其實也沒有買很多 所以在股價短線上跌升之後 我認為它也是會 這邊有放大量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大跌代表有人在吃貨 有沒有 股價那個成價量有放大出來 當然有機會 我認為第一個反彈 有機會來到月線部分 月線 對 因為這幾天的大量代表說 有人認賠 但是也有人吃貨 那這邊看看說有沒有機會 比較強勁的B型反彈 因為畢竟瑞玉來說 它的前景會比較 我覺得前景會比較 沒有疑慮一點 因為它有網通 有網通影片 對 好 那這個是我們昨天才講到的 這個聯勇 公布六月營收 是低於市場的預估值 然後也沒有達到彩車的目標 但今天居然反彈的大漲了 這是開人道走廊嗎 老師 理論上是這樣 因為畢竟來說 DDI的價格在下修 那當然這個趨勢 可能它還要再調整 可能要調整個幾個月 甚至上一季這樣 那整體來說 報價在下跌 營收一定是下跌的 對 那甚至來說 會不會像去年那麼好光 絕對不會 甚至如果說回到前年的水準 對 那可能對股價的殺傷力 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所以在整個聯勇的部分 那當然今天是滿強的 我們說這可能是一個護盤的動作 你看投信為什麼沒有賣聯勇 對不對 那就應該是有一個護盤的機制 那融資最近撿了3300多張 其實算是好事 對 代表說真的受不了的 這個籌碼都比較乾淨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反彈 每一段都是壓力 每一段都是壓力 都非常的重要 那這邊如果手中有這些DDI的 也歡迎我們來密切做個觀察 好 那剛才幾檔個股 其實都符合一些底部型態的教學 老師常見的底部型態 我們可以用幾檔個股來舉例嗎 好的 基本上 你說像雙重底 大家常看到的 WD 那WD來說 當然也是很漂亮的走勢 你說接下來沒有破D 譬如說我們看大力光好了 好 我們看大力光 對啊 因為最近應該是很多的個股都在底部 怎麼樣確認它的股部型態 大力光有點雙重底 這邊 但是沒有破D 其實最近比較強的股票 就是沒有破前D 大盤破前D 但是它沒有破前D 對 它也類似有點小頭肩底的味道 有沒有 有沒有 小頭肩底的味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比較強勢的股票 它都沒有破前D 那走的就比較漂亮一點 那你說像多重底 那就是會磨得更久 要磨耐心 譬如說我們看2317的紅海好了 2317 從去年開始打了好久 我們把這拉長一點 對 真的是磨叢的代表 對 那時候 我說去年不好 我說100塊你去買紅海 應該不會賠錢 對 那時候就在這邊 後來真的打了好久 大盤破底 反而紅海上去了 它有點蟹形的味道 也有點多重底的味道 因為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今天在做打理 那就是磨耐心 磨耐心 對 好 那一點時間來問一下老師 車用半導體 剛才講 今天車用半導體 台辦跟蓬城表現都非常的強勢 那蓬城的位階是相對低 也是本一筆的修正 台辦部分 之前是投信熱愛的股票 那最近被投信賣來之後 股價一度打到60塊錢 但昨天看籌碼 投信回頭買了1000多張 是他們認錯回補了嗎 可是同樣是車用半導體 德維的部分就稍微的 比較持續的走弱 老師 現在就連這個區塊 也是有人結帳 有人就是作帳 還是要選對股票比較安全嗎 基本上這一波修正之後 就是本一筆的大修正 還有籌碼的修正 那蓬城來說最近就比較強 可以看到今天 我想825的蓬城好了 譬如說 他今天有光上掌停板 有 一度 當然IGBT裡面 他算是做最大的 所以他未來要切入了 第三代的IGBT 他當然是有機會 中美金集團 對 所以你看到他企圖性滿強的 那營收也都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線 好 那漢磊來說 也是大家很愛 前陣子有機會軋空 但是軋空不成投信棄養 對 你看他投信 短短的一個禮拜 大概賣了一萬八千張 好可怕 但是很有趣 你看 反而有人在吃貨 反而有人在吃貨 所以這邊來說漢磊 當然你說碳化系 淡化加第三代半導體 未來絕對是主流 高成長 所以這邊就要看短線上的籌碼 好 另外下一檔個股是 525的台辦兼工廠庭 對 台辦也是一樣 那當然前陣子也是投信嫩養 公不上去 投信又棄養 昨天又買回來 昨天買回來 其實不多 但是畢竟它的本益比 已經有修正了 其實接下來你看像副頂 本益比也低了 對 所以這邊你也殺不太下去 那未來又高成長 好 尾群老師今天在這個 開盤之前就給大家這張 熱門指標股轉強跟壓力的點位表 那提醒各位同學 如果說你對操作熱門的標的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尾群老師的大頭 挖用手機掃叫QR Code 除了用手機拍下來張表格之外 老師都會放在LINE上面對不對 對 每天早上有一些 焦點個股的轉強價位 站上的話大家可以來多做留意 記得掃這個畫面上的 尾群老師大頭娃娃下面的QR Code 用手機掃完之後 跟老師打個招呼 貼個貼圖 相關的訊息 老師就會發送到您的手中囉 觀眾朋友回來聊一下 現在聰明前到底往哪去 真的不要輕易的做空 聰明前默默集結 台股的終極反彈來了嗎 如果終極反彈來 哪一些個股可以留意跟操作呢 觀眾朋友回來請問鄧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法人投資老手現在都說 聰明前在集結當中 我們節目當中也提醒大家 現在是多頭反攻的時刻 你現在不滿 年底會後悔 就連很多的專家都這麼認為 為什麼呢 因為月底費的升息之後 會力拼半年報的行情 在七月底到八月醃釀一波終極反彈 反彈幅度至少是這一波跌幅的二分之一 18619以來跌了4600點 好歹呢 你也漲個2000點吧 有機會彈回萬七嗎 那聰明前要買什麼呢 百翼操盤手說 上半年財報好的 元泰中壘之一 網通跟電子紙可以留意 錯殺的IC設計 智元世新創意還有載版三雄 傳傳龍頭股這一波也跌得好慘 台速中高 就是連這個金融股也可以來多索琢磨 但老師我想問 最近最夯的是什麼 除了工業電腦之外 這兩天純純欲動的是光學概念股 大力光整人漲停之後 今天休息一個是輪到了 小的光學股來表態 大力光漸入佳境 玉金光營修也爆表 那工業電腦部分 受惠去年缺貨的缺料狀況緩解 今年努力的消化在手訂單 工業電腦的這幾檔個股 營修都是創下了還不錯的成績 老師從大盤來觀察 彈回萬七 這個夢會不會做得有一點大呢 其實它不是做夢 這個叫做從技術線型裡面 反彈1分之1就是到萬七 對 昨天我是講說 先看反彈1分之1 就至少1500點 所以是看15500多點 當然那個地方如果能夠再往上推 那是看萬七 所以是每個階段慢慢來的 那麼也是要給同學一個觀念 這個你說到年底有沒有機會 一定是有機會 但是也就是說 在整個反彈的過程當中 也是一樣會呈現這樣的走法 對 絕對不是V轉 所以每一次上漲的過程 跟拉回的過程當中 就關鍵在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是第一個跌升反彈 還是走回升 什麼叫做走回升 講一個最簡單的 我是在節目當中一直舉例 18619這樣跌下跌了4668點 是不是很多股票已經過18619 對 對不對 比如說車用 對 工業電腦 對 我們講的車用 3D的車用 很多都是過18619 那請問它是反彈還是回升 回升 它就是回升 也就是說它是回升拉回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 它往上供 好 那同樣的 如果說跟大盤一樣弱的 那當然叫做跌升反彈 好 我們往下看 我要給各位看的就是說 好 最近各位要分清楚說 工業電腦跟3D的車用 這些都是過18619 對 所以我說它第三季還是主流 好 光學元件在大力光的帶動 這個絕對是跌升反彈 就是補底翻身 對 就是至少一個反彈 對 好 這個反彈就像我們講的 它是反彈1 3 還是反彈1 2 那這個就是你短線的價差 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可以去操作的 那昨天各位看 為什麼昨天殺到13951一早 我就告訴同學們 疊夠了 疊夠了 當然我發覺到昨天有很多人 開始有呼應了 好像真的疊夠了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是漲300點 那如果昨天不是漲300點 他們看到1395一定認為 還會再殺 對吧 結果你看 融資昨天又多減了12億 對 又減 其實我看到我心裡就滿痛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長還減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來 我們往下看一張圖 好喔 注意看 這裡 1098張 1000多張 昨天 昨天是這根K線 減了1098張 我心裡想說慘了 又一堆被嚇出場 被空頭的論調嚇出場 對吧 對 因為在這一天 這一天殺到13985這一天 也是前一天 那我怎麼講 我說433都沒有破 結果全市場都告訴你 會看三字頭 還有告訴你說 至少要跌到7月14號 法蘇會 他講清楚 各位 到下禮拜 他到7月14號如果來這裡 你砍在這裡 你會欲哭無淚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說一些專家都是這樣 長的時候看很好 跌的時候嚇死你 那我為什麼昨天 明君應該印象很深 同學更深刻 為什麼 我把納斯達克 道琼 SP 算給大家看 這一半我算給你聽 破除空頭迷失 就是希望你們不要去砍 那我昨天一看還是 砍了1098張 唯一可以安慰說 如果是同學們聽我的話 把融資改成現股 所以融資減 那就還好 對 那如果你是在盤中被嚇出場 砍在那個低點 你看到了今天多少了 對啊 開車2330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多少了 今天是說467 433到467又差了多少 30幾塊了 30幾塊 好 再來你看 法人連三買 外資怎麼很大買 對 那你不是被騙了嗎 對 為什麼我在昨天我也告訴同學 你不用管國安基金有沒有護盤 只要八大關股買 只要買台積電聯發科 這些佔權值的盤就回來了 多頭就一定回來 然後我昨天再用美股算給你看 你才發覺真的 慢慢會有人相信 那今天大家看到論調 人認為會反彈到萬七 沒關係 一步一步來 先看15500點 好 重點是這 談到15500點的時候 你說台積電會談到哪裡 那月線最起碼對不對 先到月線 如果月線站不上 你再來考慮說要不要減碼 而不是砍在阿呆股 我們再往下看 聯發科 聯發科它沒有台積電那麼強 為什麼 因為它融資昨天也減了 融資開始減了300多張 法人是買第一天 法人買第一天 這裡有個大缺口 對 所以你說 它是跌生反彈 對 它是跌生反彈 它不是所謂我講的過 18619那一類型的 所以如果未來反彈到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大盤不管是反彈三分之一 到15500點 還是要反彈二分之一 到這個17000 這個缺口是一定很大的壓力 也就是740這裡 是一個很大壓力 所以接近那個地方 大家要關心一下籌碼的變化 該不該減碼 有聯發科的 你不用在這裡看 很缺口 這裡基本上就是底了 對 所以談上來 談到哪裡 稍微做每天的追蹤 好 另外一個 最近信心來源的指標 就是我們最弱的大力光 昨天是強談掌停板 今天稍坐休息 對 但沒關係 光學族群就是小兵就跟上來了 老師 這個族群 最近的強勢 大家都有點半信半疑的 那你怎麼觀察 好 我想大力光在這個地方 是5月10號建低點 來到1525 剛好就說剛才韋群老師 有提到型態 好 我們就把它畫成一個型態 對 這個最簡單 你一眼看這個叫WD 對 WD 頸線叫1860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大力光 今天收1870 對 是不是還在頸線附近 有過頸線 那我們看江坡圖 好 看一下江坡走勢圖大力光 今天還一度殺到1845 這個價格出現是因為安倍 被這個槍殺 所以殺到1845 對 好 那如果沒有這件事 它不見得會有1845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複習一下 好 當WD成型之後 回測頸線 對 不破 頸線就是1860 對 回測頸線就是下一次的加碼點 然後1比1 然後1比1等距離呢 就是要加335 我算出來了 叫做2195 好 那你注意看這裡有沒有缺口 就在2220 對 我相信如果有做功課同學 已經有看到有人講 大力光目標要先看2200 對 有吧 對 你就是看一下新聞 他就這樣算了 對啦 就這個缺口 所以說你有大力光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買啊 今天尤其看到1845更好買 1860買都是對的 因為這個叫做技術 照著技術限期1比1等距離 所以大力光收1870是一個買點 至少等距離是往2200附近邁進 所以你只有大力光要把握 好 那大力光強 其他光學族群怎麼觀察呢 先插播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 最新第三季的主流 除了工業電腦 還有這個車用之外 光學族群也有機會跌升反彈 下一檔個股是3406的玉金光 當然大家就會注意 玉金光的走法 對不對 你發覺說大力光 它剛好已經突破了頸線 也回測了頸線 玉金光還落後它一點點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玉金光 就比大力光強一點 慢慢追 慢慢追 所以未來你就注意看 當這個玉金光突破4 3 4 你再用等距離去算 它又剛好要來到這個 怎麼那麼像 又剛好有個缺口 就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說第三季 在整個光學元件你會發覺到 它就是照技術線走給你看 而且這些是有賺錢的 光學元件的個股 對 好 陽明光 陽明光 為什麼我讓各位看 就是它這個底也打得很漂亮 對 但是它的獲利數字是沒有很好 可是最始碼今天拉出漲停 那怎麼辦 那我建議各位 來 找這一檔 看陽明光做聯誼光 對 要做它 因為陽明光漲停了 對 那聯誼光的獲利比陽明光好 骨架比它低 然後這個三重大底 是 然後月KD交叉往上 對 所以第三季七八九 它一定有搞頭 它一定有搞頭 所以你可以 月KD交叉向上 買不起大力光的可以注意聯誼光 好嗎 好 那公控跟車用族群 老師我們抓一下重點個股 這邊大家除了用手機拍下來之外 對 今天AM族群又全數的啟動了 為什麼要留意倉佑呢 為什麼 因為各位去看 不管是提微膝 不管是梗頂 都很強 都好強 但是就像我講的 它機期是高的 它機期已經高了 所以唯獨倉佑 倉佑 機期最低 你自己看 好 大的頭肩底 月KD交叉 MACD剛翻紅 第一個月 是 所以七月 八月 九月 看它就對了 提微膝 東洋 整頂你可以看 但是要做它 因為它們三個去牆沒關係 但是位階高 它是同樣族群的倉佑 是 老師現在觀察到它的 月KD 腳叉 MACD剛翻紅 而且低打得更多樣 所以包括我們前幾天講的 狐蓮是不是還在創造 對 地保今天是不是又大漲了 是不是 拉回來